Python在商业应用中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,涵盖了从资料分析到人工智慧的各个领域。 以下是一些实际的例子。 资料分析在金融领域,例如Python通过Pandas、Numpay等库来分析复杂的数据集。 一家投资银行可能会使用Python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,预测股票价格的变动。 这可以包括从各种来源收集数据,如股票市场、新闻报道、社交媒体,并使用统计模型来预测未来趋势。 网络扒球Python的扒虫技术可以用于自动化地从网站抓取数据。 例如,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可能使用Screepy从竞争对手的网站抓取产品价格和库存信息,以实时调整其定价策略。 同样,这些工具也可以用于搜集消费者评论,帮助公司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。 图表绘制Python的Map Flatlip和Saber等视觉化工具可以用来呈现数据分析的结果。 例如,在销售数据分析中,企业可能会使用这些工具来制作销售量。 客户群体分布或产品表现的图表,这有助于管理层做出基于数据的决策。 UI界面设计利用Python的Pinter或PiQt。 开发人员可以创建客户服务门户或内部管理系统的图形用户界面。 例如,一家酒店可能开发一个基于Python的界面。 要于管理房间预定,客户服务请求和宾客管理。 结合AI的API,企业通过Python整合例如Google Cloud AI或IBM Watson的API来加强其服务。 例如,零售商可以通过整合自然语言处理API,提升其客服聊天机器人的能力, 使其更好的理解并回应客户的查询。 结合深度学习。 在医疗领域,公司可能使用Python与CancerFlow或PyTroge等深度学习框架来分析医疗影像并协助诊断。 这可能包括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来识别X光片或MRI扫描中的异常模式, 从而帮助医生更快更准确地诊断疾病。